这个就是艺术家 《棍本上纳》 那其实我自己也买了那一张 是粉红色的这一张 还有颜色都蛮特别 题材也很有意思 就是放在房间看着舒服 我就是满画都是低眼的感觉 我自己是天秤座的 所以我都买了一个天秤座 我就觉得很特别 而且其实这一个我也很喜欢 就是它是画动物的 但是它一个画里面 就是有小兔子 有雨啊 有鹿啊 就是蛮特别 我觉得这一个作品我也很喜欢 去年在上海做展览的时候 和超音小姐过来看到了 我们两个艺术家 他觉得非常好 当时他收购了几件 然后他想把这个艺术家介绍给他的这些周边的好朋友 利邀我们一起参加这个澳门的波兰会 首届澳门的那个非常活跃 来自大陆台湾还有本地的年轻艺术家相聚一堂 关键是这个酒店 它是按照这个绘画的设计来安排 所以呢就是 它的那个整个比其他的酒店布兰会来得更深一筹 就是你不知道买了哪一砖就是那个牛粪 就是我们港东人说的钢菌金砖一样的很特别的最低艺术我觉得 李博呢是在呼伦贝尔大草原里面 就收集了数千块的这个牛粪 然后把它们处理成了红色和金色的布匙 然后在金色布匙里面有百分之十的概念呢 是里面有一根金条 所以有人会当场砸掉这个牛粪 看里面是否有金条 就是砸粪寻宝 还有呢就是你可以买了以后把它拿回去 只要通过这个就是拍照的方式 在微博上发给作者 发给艺术家李博 那么李博会有现金的反馈 所以这个呢也是在购买的过程当中 让就是购买者完全体会到了一个 中国当下的一个求富心理 对 当然我们带这件作品呢 也是希望就是比较应景 比较尊重澳门当下这个女进 所以带了Bushet这件作品来 前来参加澳门子嗣的首办这个博览会 那只要说 传给了艺术家李博这件照片 李博会将这个照片整理起来 然后做成另外一件摄影作品 那么就是延续这个Bushet这个作品 之后另外的一件作品 我看到它的作品 其实蛮有一点澳门的特色在里面的 就是有一些风景 然后就有一些 看它那个画里面还有一个澳门里面的路牌 建筑啊或者是那个路牌都是那个蓝色的 所以我觉得它都是围绕着那个澳门的风格 你可以看到它的画上面就是有一些澳门的景色 可以代表澳门的东西 我们作为一个香港的画廊 这次来参加这个hotel art fair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我们带了一个澳门出生的在香港工作的艺术家 他经常来往港澳 那他因为从小在这里面生活 所以他经常来这边拍摄 这些情怀呢也会反映在他的作品上面 所以我觉得他还蛮有代表性的一个艺术家 所以我带他来参加这个活动 他说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他的作品围绕着他在一个房间里 他在这里入睡 他非常的开心 我作品大概就是在画一些现代人的生活 你会感觉有很多好像很有压力的感觉 然后像这张 你看这个他身上很多刺 好像冒出很多刺 充满压力 然后我觉得生活好像有很多 背负很多东西 这张是叫做小雀步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 它是一直飞不起来的鸟 然后 对对对 那个头在这里 然后那个头很沉重 整个头沉下来 重到要用一个滑翔衣 跟一个降落伞 帮助他飞行 所以是一只不太会飞的鸟 然后他走路就非常的胆怯 然后这样子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等于是这个刺 跟他的这个背伤的东西 等于是他有点像他个人的一个故事 那他背的这个故事 好像一个热水瓶 在灌溉他的这个身上的 他的这个故事 然后长出这个像 央苗的一个小东西 我喜欢就是画里面有故事的 对 所以我就喜欢跟徐佳佳苗 然后了解画里面有故事 很感谢我家族爸爸的支持 因为呢 何鸿森博士基金会 就是捐出了转学金 就是给了金银铜三个奖项 就是给艺术家一些鼓励 还有就是透过你们媒体啊 来的客人啊 去更认识他们 给他们机会 就是做一个平台 让他们可以发挥的更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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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